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肾酸减值应该是介于PH7.35至PH7.4之间 可是数据显示大部分的现代人都拥有偏酸的体质 当人体偏酸就会导致血液变浓并且影响血液循环 各种文明病如高血压 心脏病等都会接踵而来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大部分的现代人都拥有偏酸的体质呢 导致我们今天身体变酸的有五大主因 一 不良的饮食习惯 为什么我这样讲呢 因为现在人太喜欢叫四肉一菜的 这就是因为这样子使到人体会变成酸性的体质 什么样的食物是属于酸性的 什么样的食物是属于碱性的 非常简单 我们来看看PH7.35 在PH7.35以上一切的食物都是偏于碱性的 比方说蔬菜和水果之类 在PH7.35以下一切的食物都是偏于酸性的 比方说肉类 蛋黄 啤酒等等 第二 缺乏运动 第三 空气污染 第四 生活压力 第五 饮用不适合的水 都是导致身体变酸的主要原因 日本医学博士柳泽文正 曾经做过一个临床实验 他从100个癌症患者的抽血检查中发现 所有癌症患者的血液都呈酸性的 其中就有85%的血液PH10低于PH5.8 根据研究显示 偏酸体质容易导致器官处置变弱 体内废物不予排出 新陈代谢变弱 及肾与肝过度负担 因此长期下去就会引发各种衰老问题 还有疾病 简单来说 所有的文明病都跟血有关 而血又跟水有关 所以说如果想要拥有健康 就必须选择喝对的水 对吗 对 没错 虽然我们每一天都鼓励人家要多喝水 但是市面上不是每一个水都对我们人体有益的 今天来讲我们用PH tester来测试这五种水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汽水当中 它呈现的是在红色 所代表叫强酸 所以不适合人体饮用太多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三浅水居然今天来讲也是在酸性 为什么呢 很多人以为讲说三浅水已经是在碱性的 其实已经不是的 以前的三水是在碱性的 为什么会变成酸性呢 是因为今天酸雨过多空气污染 好 我们也看到RO水跟逆渗透水 它本身也是酸性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水割得太过干净 将丰富的矿子割完之后 这个水称为叫酸性水 自来水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的 它今天的PA是在多少呢 是介于6到6.5之间 矿泉水呢 它本身是在多少呢 是在PA气的 世界卫生组织 它曾经有报道过 只要PA上到10.5呢 所称为叫碱水 是不适合人体饮用的 那什么样的水才称得上是好水 最适合我们人体饮用呢 其实来讲 要知道什么样的水 最适合人体饮用的话 首先我们必须要了解到水的本质 水有分为碱性水 中性水 以及酸性水 这三种 而最适合人体饮用的水 是介于PA7.1至10之间的 弱碱性水 这弱碱性水 可以综合人体的酸性 为我们健康加分 那市面上有哪些类型的水 拥有你所说的这些特质呢 电解养生水 是市面上唯一符合这些特质的水 可是我们经常会听过 有能量水 RO水 还有矿泉水 可是就很少听过 有电解养生水 其实所谓的电解养生水 或者是电解离子水 在我们中学时代 我们都有听说过 只要将两片金属片 放入电解槽中 中间放着一张隔离子 然后一边借上正电 另一边借上负电 一通电 水中的水分子团 H2O 及各种矿物质 就会被电解分化成为 H plus 酸性离子水 及OH minus 碱性离子水 除此之外 酸性离子水里 还包含了硫磺 硫酸等离子矿物质 而碱性离子水里 也包含了钙 铭 钠 钾 等离子矿物质 这种电解方法 是在1930年 由美国人发明 后来经过日本学者进一步的研究 终于在1966年获得日本卫生局批为疗效器材并在日本发售 根据日本多个医院的临床治疗结果 我们可以看到电解养生水在治疗消化不良 便秘 糖尿病 心脏病 及骨骼疏中症等病症上 拥有明显的疗效 既然电解养生水的功效这么好 可是为什么市面上好像没有人提过这个产品 其实市面上不是说没有人提过这个电解养生水 很多水专家在书籍里面都有提过电解养生水的功能 我想可能是以前的电解养生水机是比较昂贵 价钱在于马币一万到三万之间 所以市场没有那么的普及 那E-IONS电解养生水机跟一般的滤水器有什么不一样呢 E-IONS以全球首创的一时代远红外线棒配合电解养生水机 这项独一无二的设计所带来的效果是其他过滤器无法相比的 首先自来水会经过我们独家设计的PMC滤芯 再经过日本ACF滤芯除去水中的滤器之后 透过远红外线棒让水分子充满能量 最后再经过日本神户断烧烧结1.2μ百斤电解板 将水分解成为稳定的碱性离子水及酸性离子水 好 我们来先看我们E-IONS的示范 首先我先拿我们的酸性离子水 再接下来我们拿我们E-IONS的碱性离子水 我会用PHA tester来滴入几滴 所以呢 证实我们E-IONS的电解养生水机 我们提供两个水给你 一个叫碱性离子水 一个叫酸性离子水 那E-IONS电解养生水机所分解出来的碱性离子水 还有酸性离子水到底有什么特性 对我们的人体有什么好处呢 E-IONS电解养生水机所分解的碱性离子水 拥有四大特性及无限的好处 第一 它的远红外线棒可以活化人体细胞 保持水不会含凉 第二 E-IONS碱性离子水内含离子化矿物质 可以综合人体的酸性体质 好 今天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示范 这是水也用手上拿的摆面包 我们人体吃了摆面包过后 身体慢慢会转向变成酸性体质 所以非常明显的 所以同样我在第四季的PA test 所以我们现在身体已经变成酸性体质了 好 我们来看 我用RO逆圣豆水看它是否能够中和 你可以看到它是不能的 好 我再用矿泉水看它是否能够中和 答案是还是不能的 好 今天来讲 我们用E-IONS碱性离子水 你可以看到 这是可以马上中和人体的酸性体质 这瓶是汽水 当我们人喝了汽水过后 到底身体会变成如何 好 我今天是用四分之一盖来做一个比方 所以同样我是用PA test 平均来讲 原来汽水来讲 它是在PH3左右 如果比方说今天我用RO逆圣豆水 看它是否能够中和人体的酸性吗 答案是 不是的 还是跑回身体的酸性 今天我用矿泉水 看它是否可以中和人体的酸性 答案还是一样的 它还是属于酸性的 那我们来看 我们E-IONS的电解养生水 是否可以中和汽水 你看 同样的 我还属于倒了半杯 由此可见 我们E-IONS的电解养生水 可以中和人体的酸性体质 第三 含抗氧化及还原电位功能 这是什么意思呢 来 我们今天做一个简单的示范 首先 我先倒RO水 第二杯 我再倒 矿泉水 第三杯 我们倒E-IONS的碱性离子水 这个是优点 是专门来查外伤口的 所以平均 我会低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三杯里面 凹水跟矿泉水 是不能够中和我们身上的酸毒 唯有我们E-IONS的碱性离子水 可以中和我们身上的酸毒 再打个比方 如果我们将苹果咬了一口 半个小时后 它就会氧化变成褐色 如果你将咬了一口的苹果 放入E-IONS的碱性离子水中 你会发觉 苹果氧化特别慢 为什么呢 看了以下的示范 你就会明白了 首先我们还是用 RO逆渗透水 再用矿泉水 再用我们E-IONS的 电解养生水 我们用抗氧化测试笔 来测试它的负电位 或者是正电位 所以来讲呢 你可以看到呢 在RO水跟矿泉水之间呢 它们是水正电位的 所以我们E-IONS的 电解养生水 它能够在 -250MV以下的 还原电位 就能够发挥 抗氧化的功能 第四 E-IONS的碱性离子水 因为它有胶小的分子 所以它的溶解力 以及渗透力 是最强的 我们现在来做一个 小的示范 我们将三个茶杯 放了那个茶包 首先我是用 RO的逆渗透水 来做一个示范 第二杯 我们用的是 矿泉水 第三杯 我们是用 我们E-IONS的 电解养生水 所以来讲嘛 你可以看得到的 在我们的 E-IONS的 电解养生水当中 到底有什么分别 由此可见 我们E-IONS的 电解养生水 它的渗透力 是最强的 现在我们来做 另外一个试验 你没有听说过 水可以破油的呢 在前面有三个油 首先 我先将 RO水 好 接下来 我用的是 矿泉水 第三杯 我们运用 E-IONS的 电解养生水 所以呢 你可以看得到的 非常明显的 在第一杯 跟第二杯 就是凹水 跟矿泉水呢 它们本身水 跟油 是分得 非常清晰的 唯有我们 E-IONS的 电解养生水 它的水 开始呢 破油 就代表呢 水现在跟油 已经是混浊啦 由此可见 E-IONS的 电解养生水 拥有超强的 溶解力 因此 可以将我们身上 多余的油质 排出体外 为何被电解的 水分子团 会特别小呢 道理其实很简单 一般上 每一粒 H2O水分子 都拥有 13至16个分子 一旦被电解 就会被分解成为 七到八 酸性分子 即五到六 碱性分子 这些小分子团水 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E-IONS的 酸性离子水 与碱性离子水 一样拥有 许多它的好处 E-IONS酸性离子水 拥有 超强的 抗菌功能 最适合用来 清洗除去 及各类家具等 如果肌肤化浓 E-IONS的 酸性离子水 也有 改善伤口的功能 皮质 接于5.5至6 之间的 E-IONS酸性离子水 也拥有 美容效果 它可以防止 雀斑 和暗窗之身 最后 E-IONS酸性离子水 也拥有 杀菌功能 因此 用来漱口 可以防止蛀牙 及口腔发炎 由于E-IONS的 特制喷雾瓶 我们采用了 特别的材质 与设计 所以可以让 瓶中的酸性离子水 保持新鲜 长达两个月 而普通的瓶子 只需要两天 水就变质 E-IONS电解养生水机 跟其他的电解养生水机 有什么不一样呢 消费者该以什么条件 作为购买的标准呢 首先 E-IONS电解养生水机 拥有四项 全球唯一的认证 第一 绝对安全 第二 最多专利 第三 一站式服务 第四 最多国际认证 E-IONS是全球第一台 由内至外 都符合无害物指令的 电解养生水机 而且所有的零件 甚至是一颗小螺丝 都拥有国际认证 保证绝无塑化剂成分 此外 E-IONS也拥有 四项全球独家专利 那就是 第一 PMC过滤系统 第二 日本断烧烧结 1.2mm的电解板 第三 DIY隔离纸 第四 Upgrade技能 所谓的PMC过滤系统 那就是由 PP Filter 中工丝膜 及活性碳 所组成的 三重过滤系统 我们PMC的滤芯 是没有添加 任何合成的矿物质 所以为顾客提供一个 非常良知的好水 什么是添加合成的矿物质呢 好 现在我们做一个 简单的示范 你可以看到 我在我手上呢 这个叫合成的矿物质 好 我将这个合成矿物质呢 放在我们这个自来水当中 你也可以看得到的 它的颜色嘛 等于 马上开始呢 一步一步转变 变成什么呢 变成碱水 所以可想的是呢 如果我们添加这个合成的矿物质 长期以来 如果顾客买了之后 这个过滤器 可以使到我们人长期用的话 会损害我们身体的机能 到底日本断烧烧结 1.2μm的百晶电解板 有什么好处呢 根据水博士 教你喝醋治愈力不生病 这本书所提到 许多采用不锈钢 铁或镀百晶等材质的电解槽 在电解过程当中 会导致各种重金属 融入水中 虽然只是微量 但是长期饮用 也会对身体造成伤害 因此 许多牌子的电解槽 只需一年至两年 就会变质 必须整个换掉 非常昂贵 而ERN所采用的 日本断烧烧结 1.2μm的百晶电解板 可以让电解槽的寿命 长达10年以上 所制造出来的水 的PA值也比较广 而且绝不释放任何有害物质 那什么是隔离纸呢 其实就是电解槽中间夹着的那张薄薄的纸 这些隔离纸 时间一久就会破损 导致电解功能下降 可是市面上许多牌子 若要更换隔离纸 就必须要更换整个电解槽 非常浪费 因此ERN推出独一无二的DIY服务 让您每三四年就可以自由更换隔离纸 节省更多 此外ERN也是市面上唯一拥有 upgrade机能的电解养生水机 不论您购买哪一种水机型号 我们随时都可以为您提供添加电解板服务 除此ERN也为所有的顾客提供一站式的服务 其中包括快速安装及多种颜色选择 持续跟进顾客的使用状况 清洗太白金 随时upgrade及提供旧机复兴机服务 我们也曾在国际上荣获多项认证 其中包括安全 科技 无毒及各种零件认证 简单来说 E-IONS电解养生水机 在改变酸性体质 美容美发 活化细胞 增强免疫力等事情上 都拥有非常显著的功效 没错 E-IONS电解养生水机在科技上 曾拥护欧美及日本等国家的肯定 所以在品质及功效上是无需质疑的 除此 我们也可以向所有的顾客提供 绝对的安全 绝对的高品质 价钱合理 效果好 以及专业的服务等五大保证 E-IONS电解养生水机不是一般上的过滤器 而是你一家人的电解养生水 想要喝出健康 喝出美丽 马上拨打E-IONS电解养生水机 及代理招聘热线 1300889011 或016-225-3598询问详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